第八字 各位,大家好! 欢迎跟着风哥来学八字,学命理 今天我们来教的这个八字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一个妈妈来找我 来找的时候,她把八字拿给我 其实一个比较专业的命理是她今天进来了 家長,或是說爸爸媽媽,他要來問的東西 只要給你的八字,你就基本上大約百分之四十五十 你要知道他在問的是誰 第一個,他給我的這個是什麼?屬猴的 今年國中二年級的,因為年紀推算差不多是這樣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的孩子你看,基本上他不會問財啦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問他孩子的學業 那他進來問的時候呢,你就知道說他一定問的是什麼? 孩子的學業 那這個媽媽呢,給我的這個八字答,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天干,天干的部分怎麼樣?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什麼?金,OK 好,所以一連串的香生,好 好,那香生的話怎麼樣?很簡單 他有什麼?讀書這個孩子怎麼樣? 財官印,OK 財官印就OK,這個沒問題 一連串的香生,讀書方面是不錯的 讀書方面是不錯的 好,再來 好,地支 地支,地支的部分 生有金,生止水 生有金,金生水 金生水,金生水 OK,好,金生水 那代表這個孩子怎麼樣? 他是怎麼樣? 是一個什麼? 有智慧的孩子 因為怎麼樣? 食商啊 食神商官啊 他有食商啊 所以食商的孩子通常在 智慧上 不管是孩子還是大人 其實通常食商型的人 不管男女 通常都比較有創造力 想像力 那他都能夠 積極的去 把不可能化為可能 比較會有 頭腦靈活 頭腦真的是蠻靈活的 想要做的事情就會一直很專業在本業 專注在本業 好,來 現在呢 我們把它套入大運 套入大運 丁酬 牛年 牛年 務虛 好 務虛丁酬 來,我們看一下 來 天安一樣 沒有問題 還是怎麼樣 一連串的香聲 好,再來 第二個 第一個 第一支 好,跑出一個什麼 直手合 合掉了 直手合掉了 沒有了 直手沒合掉了 所以怎麼樣 一帶食商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年的讀書運 會比較什麼 會比較差 會比較差 個性上會比較 嘖 有時候你跟他說什麼 他會比較 不太添化 就是要說的比較判定一點 比較判定一點 好 再來 你看 進度明年 好 明年的話是什麼 明年的話是 幾害年 又不一樣了 又不一樣了 上面沒有問題 天干都沒有問題 地支呢 雖然它是直手合掉的 對不對 可是呢 它又跑出了一個什麼 太水了 所以一樣 它的 怎麼樣 科業上表現 有沒有 又會回復到 以前的 層級 以前的程度 所以 這樣看起來 你就跟那個媽媽說 其實不用擔心 其實這個孩子就是說 在今年上 可能就是會比較 叛逆一點點 科業上就說 OK 其實這個孩子是很會讀書的 這個讀到研究所沒有問題 今年 比較不好一點點 因為它的直手被合掉了 直手被合掉了 那 合掉之後 要等到明年的幾害年 這個水才會又跑出來 才會跑出來 所以 這個 命格還算不錯 還不錯 還蠻OK的 所以 就是 媽媽呢 多 今年先 稍微 忍耐一下 明年孩子就比較OK了 好 今天這是我們介紹的 八字案例 孩子會讀書嗎 好 喜歡我的視頻 訂閱我的視頻 謝謝 拜拜